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环宇船部Nelson 欢迎来到大湾区 欢迎来到港人准备的深圳 我们环宇船部的深圳展厅 在路口旁边 一出天梯就会见到商业城一楼的103号铺 可认为十分之方便 我们来环宇船的免费体育团是天天出发的 我们精心观传过百个上盘 让你到现场最真实的了解楼本的情况 还有周边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边的配套环境等 当然还可以品尝这个最地道的美食 现在参加太多铁了 今次送来环宇看楼三步 送来防晒雨遮礦泉水和湿纸巾 全程为你遮风绑雨 用心为你安排着适合你的行程 让你买得安心又放心 遮拨打热线电话 6963-0900 报名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环宇顺盘阿Jack 我是环宇顺盘Tony Tony 今天我们去看什么楼盘 这个楼盘很厉害 好称高品质高市用量低总价 听说号称在澳门很多酒店业 博彩业都有份 对 即是来头不少 这个楼盘叫金沙豪日花园 现在身处于内园位置 挺漂亮的 看不见身后有一栋绿黄色的物体 这个好像是幼稚园 现在应该未开业 但基本上已经装修好了 事不宜迟 不要跟大家说那么多废话 立即看看区位和沙盘 好 出发 Hello Tony Jack 我们现在先看看区位 这个项目叫金沙豪日花园 首先介绍交通 交通也是很简单 沙田的地铁站 直线距离四点多公里 如果搭的士过来是15分钟左右 如果你要在16号线田深站 搭过来的项目 就久一点 可能要20分钟才到 因为我记得田深站 直线距离 不是车程 直线距离是9公里 是的 沙田站过来就缩胆一半 大概4.5公里左右 是的 简单来说 就是沙田地铁站 搭车过来会近很多 田深可以做次选 次选 次选 其实交通很多大湾的楼盘 都是差不多的 上海深圳14号线 搭的士过来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个楼盘不是叫金沙豪日花园 和澳门的金沙賭场 有没有分别的呢 其实关系不大 这间发展商是澳门的发展商背景 澳门很多酒店豪宅都有份发展 金沙发展商在大亚湾 现在是第二个楼盘 第二个楼盘 发展第二个楼盘 接下来我介绍附近有什么商店 在这里 駕车过去十分钟 已经可以去到曼达广场 吃喝玩乐都有的 曼达广场旁边 有一个益田空间 还有一个灿光新天地 益田那个不是之前看翡翠山那个 没错 晚上就很旺的 这两个楼盘 如果是落一点 如果你那边去得多 比较闷一点 可以看回这里 駕车也是过来十分钟 有几间旧色一点 旧型一点 就是我上次跟你坐车 没错 有些精华购物广场 世纪城商业广场 没有那么大型的商场 反而这边是最旺的 这边是 因为我们上次坐车 比亚迪商圈那边 这边其实是最旺的 但是比较残疚一点 够城区一点 反而去到曼达 或者亦田这边 新一点 英俊一点 多年轻一点 没错 其实还有一个 这边 我们找一下 保来 其实保来广场 过来 驾车也是十分钟的 保来广场 就是德州城那边 没错 德州城 九山虎 感寿一号 那边 其实医院 医院配套 医院 这个是我们之前拍过影片 跟大家介绍过的 其实很多 无论是交通 双圈 医疗 都差不多 其实这个盘 集中在这些 所有配套的中间位置 中间位置 可以说是三段双圈 没错 阿Jack 不如我们先看看沙盘 好 其实我们现在身处哪个位置 我们身处在销售中心 一栋销售中心 一栋销售中心 没错 其实后面二栋是幼儿园 没错 现在主要在买一期 因为这个项目分四期 四期 现在主要在买一期 一期 一期有分南区和北区 现在在手就是北区 北区这边 现在现阶段楼盘 最好卖的户型 不外乎两只 一只是七十六方 七十六方 多少房 三房 七十六方三房 没错 第二只就是九十五方 是的 这两只继续是最好卖的 还有因为有个原因 为什么这么好卖呢 首先七十六方 在整个林芯片区来说 比较稀缺少少 稀缺少少 稀缺少少 是带装收的吗 是带装收的 是带装收的 是带装交付给你的 而且这里做到一个低单价 你猜猜多少钱 刚才我们看那个盘是多少钱 刚才那个盘是多少钱 刚才那个盘是13500 13500 至14000 不等 这个盘是11000 11000 11000 已经可以买到 你猜猜76方 11000 80多万 而且还可以做低手库 低手库 这里大约是5万至7万 不等 大概这个价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惠就是 当你成交那一刻 你可以带金蛋 金蛋里面 有三张扣房券 给你选择 最低都拿到5800多元的折扣 总之抽不抽 如果抽到有机会可以抵扣房价 抵扣房价 是的 没错 还有你70多房做到三房 是极之少见的 通常70多房都是做两房的 Jack 其实这里有这么多栋 现在主推是第几栋 因为主推是第七栋 第七栋 第七栋的一单元 一单元 如果有些客户说 我盐理76方和95方 太小 有没有过100平方大一点的 也有的 100平方大一点的 就是10栋那边 那边已经属于南区 现在现阶段主要受的 就是北区范围 就是集中火力 在卖第七栋的一单元 没错 还有它也有精装交付 精装交付 也不要说太多了 上去示范单位 看看究竟它的交流标准 以及设计是怎样 好吗 好 那我们出发 好 和Tony上了我们的示范单位 第一间 第一间看76平方 如何做到三房 好吗 先进来 由于它是精装交付 首先和大家说一下门口的大门 好吗 这个门 听说是一万元 不得了 刚才销售特意提醒我们 这门是一万元的 很厚实 很重 真的很重 对了 指纹 柏卡 密码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全部都有了 现在的智能门锁 基本上都是这些 进来这个位置 这里做了一段时间 登制 到时可能这个位置 做一个矮身的柜 放一些锁匙 可以 可以 好 先进来 一进来 一个三米六开间 三米六开间 长身白色鱼胶七 鱼胶七 鱼胶七 这些看到没有 这些没有了 没有的 这个餐桌也没有 这个设计 就放了一张四人餐桌 76平方 3.6米的开间 是做到一张四人餐桌 好 先看看厨房 厨房 将来交给你的时候 这个位置 是会有烫门的 由于示范单位 他就没有做到烫门 进来 Tony站的位置 就是雪柜位置 就是雪柜位置 一个单门雪柜 然后里面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没有 其实可以放在双门 因为这里全部都没有 是的 全部都没有 是的 就是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因为这个楼盆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 比较注重生活品质的客户 是的 所以厨房就不做 不做给你了 到时你找师傅 按你的心水 去安装 好 如果你想做双门雪柜 就是这个位置 偷一些位置 少一些位置 好 窗都做好给你的 窗有 窗做好给你的 瓷砖都有 瓷砖和天花 全部做好给你的 喉管预留的位置 都做好 没窗 好 我们出来看看 其实76方都可以 这个厨房算大了 眼前一亮 因为 餐厅的位置都不小 因为差不多是接近100%的实用率 是的 那先看看客厅 好吗 Tony 客厅也是 后面这些长板是没有的 这里没有的 白色瓷胶漆 只是白色瓷胶漆 没错 但是呢 听说电视这边 这个双门有的 有的 这个是有的 做了这个给你 就不仅是白色瓷胶漆 OK 那上面天花位置 就不是现在看到那么漂亮 到时都是石膏线 石膏线 踢脚线是有的 是做了给你的 踢脚线好像有 其实没关系 踢脚线这些东西 因为它每一栋的胶标 都有少少出入的 是的 第一样东西我们就不深够了 还有呢 地下瓷砖 瓷砖一定有 做好给你的 没错 那我们在最后先看好吗 好 进来看看 最紧张时刻了 76方怎么做三房 首先过来这边 做了一个 光湿分离的设计 但是它是镜柜 对啊 升盆那些都做了给你的 很帥的 OK 那进来吧 厕所跟我们平时见过的 有点出入 这个好像 有点像残刺的感觉 对不对 对了 因为它 马桶和 林浴间 相连在一起 相连在一起 你洗澡厕 厕所一定会濕硬的 我想自己要改造一下 其实都难改造的 因为天花做好给你 你只能够在这些位置 装个浴簾 但是浴簾 好像不太适合位置 没办法 这个厕所 如果你要使用 洗澡完凉 洗手间就会濕透 OK 好 那看看 咦 这个了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见开的 二家一房 对了 到时这个位置 现在什么都没有 封了 到时交标给你的时候 会封了玻璃 封了玻璃 可以做一间 独立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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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了 好 那我们进来看看第二间房 先看一间 儿童房 好吗 这间儿童房 它的飘窗 就 连在床 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就是用尽了空间 对了 那先看 这个设计就是 不过不失 都是这样 到时它地下不是这一只尊 是尺尊 不是现在这些房屋 对了 好 也是了 长身 白色乳膠七 是 冷气机位置做了电位给你的 好 畢竟都是76房 76房 是的 你的房是没有什么要求 这么大间的了 好 看我们主行房 主行房 主行房 这个主行房大了 差不多去到3米2的开间 这个位置 我去三边下床 是的 这个设计是很过瘾的 他做了一个櫃 看到吗 Toni这里 他的櫃上面 隐藏了一部冷气 设计到这样的设计 这么有心思 其实将来交楼给你的时候 是没有的 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究竟他可不可以 这样设计 可以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做了一个三边下床的设计 OK 还有 要讲讲窗 窗 你见不见外面 有个泊叶 这个泊叶其实都是交楼标准 是吗 是吗 是的 但是呢 很棒的 这个在那边的位置 是这样调的 这样调的 在玻璃之间 玻璃和玻璃之间 这个我真的没有见过 是的 这个是很用心的设计 这样的 很用心的设计 这个可以 两层玻璃夹着拍掩 挺好 好 好 那我们去个露台 看一看好吗 好 Tony 推开露台的门 有没有觉得很聚首 是的 真的 这个门也是 很用心的 做了一个是双层玻璃 双层玻璃 隔光 就是紫外线 隔声 全部做得很好 这个楼盘 我看到现在 真的挺注重品质 是的 细节位做得很好 这个露台是三米左右 三米左右 不过不失 这里就是两米小 没错 那将来的洗衣 都大 如果是76方 它够阔 是的 如果你说将来的洗衣机位置 帮大家看看 都是这个位置 因为它的电位做好了 是 还有这个露台的 三零食不秀钢 没错 这个扶手 也不是普通铁 不是用铝 不是用铁 不是用铁 是三零食不秀钢 没错 只是这支拆出来 都卖不少钱 没错 好 出来 先说这一套 这一套 如果是76方 现在成交价最便宜 正在搞扶务 即是国庆的扶务 没错 总价87万 8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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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计算分分钟是 1万 1万都不用 1万1 1万1 左右 如果给首期 都是一样可以做低首期 低首期 给多少钱呢 5万 5万 正如是否可以去银行按揭呢 30年 每个月3,800元 那不贵 一点都不贵 因为现在是大陆的银行利率 是市无前例的 很低 很低 OK 大家看看四房单位 四房单位 多大 97平方 只有97平方 可以进到四房单位 严格来说是2加2 2加2 待会给大家看看 什么叫2加2 先来看看门 这门 有点不同 首先是闯了 闯了 还有指母门 指母门 对了 指母门很重要 这一只挺过瘾的 将来不想那么麻烦 开两间 开两间房间 开两间房间便锁了 而且会大气一点 到时买家具 进来时 都不怕师傅撞冷 一开门进来 那种感觉都不一样 没错 大气一点 好 进来 首先我们看看厨房 好吗 厨房也是可以 到时这里有个烫门 烫门 但是也是 其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位置做到双门冰柜 可以 做到双门冰柜 不用这么说 直接放这边就可以 这个就比较罕见 好 厨房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对了 跟大家先看看其中一个露台 露台是在厨房这边 对了 进来先 进来看看 喂 Tony 这间都是计算一半面积 计算一半送一半 没错 到时封了发展箱 对了 封了窗 这个就可以做一个 我就建议做浸物房好一点 浸物房 因为很少就说 家门后进来厨房 旁边有间房 对了 不是那么美观 对吧 不要紧了 房大了想怎么改做都可以 怎么改都可以 对了 那我们出来看看厨房 好吗 好 好 那我们先看看客厅 Tony 你这个客厅开间多少 这个3米6 3米6 3米6 对了 这个饭厅大气很多 很大气 对了 因为正常我们看的直厅设计 这些位置 有半长的 有半长的 这个是没有的 即使用率又高了 高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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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止是四人餐桌 四人餐桌 甚至是圆桌 圆桌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再看看客厅 客厅其实这些所建的都没有 对了 但是后面这个 这个有 有的 有的 这个有的 后面这个位置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 只有八色鱼胶漆 没错 好的 那地面一样的 这只瓷砖 那路头我们也是一会儿再看 好吗 好 好 进去看看房间 这个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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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 厕所做了一个光速分离的设计 也是 这些都是交付标准 交付标准 进去厕所 这个厕所 我觉得这个楼盘 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洗手间设计 不够好 这是硬箱 对 真是不够好 怎样做 其实这个位置 真的只能够 唯有上面装一条棍 新宿棍 新宿棍 但是通常这些 有一个紧的烫门 没错 会漂亮很多 但因为你看到它的洗凉位置 其实很窄 这里而已 很窄 所以整个这个位置都不行 不行 这边又做什么呢 这些可能放在浸物 西手盆 水桶 等等 所以我说第一眼看 为什么厕所那么像公尺 硬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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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漂亮 这个真的没办法 其实窗也是这样 窗也是加分的 因为窗你留意在这个位置 也是有那个 有一个八叶链在里面 这个挺好的 这个我觉得是加分的位置 上面也是 天花 灯 抽气线 是做好给大家的 这个留给业主自己想想 对 又看到一间 这里又有一个洋台 对 先看看 人买一半送一半 对 又是几半面积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2加2 2加2 这两个都是 到时收到楼后 就封了窗 又是可以拿来做一间房 这个可以拿来做客房 可以拿来做客房 主要是看回内缘位置 内缘位置 好 那出来看看 还在两间房 对 那两间房就真的是紧房 第一间先做了儿童房 好吗 先看看 这个儿童房也是 它将一张儿童单人床 就贴近飘窗位置 再贴上去 到时看朋友仔 怎样去参考 怎样去设计 这间房的摆设 也是 窗一样的 做好给大家 但是这个窗 没有做到白叶链 没有做到白叶链 对 没有做到白叶链 对 对 这间房反而觉得实用率不太高 嗯 那我们看看主人房 好吗 好 这个主人房 看厕所先 这个厕所正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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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点 对 起码可以进来 这个位置 虽然没有门给你的 但是这个上面整个肉碟都可以 这个厕所正常点 这个厕所正常点 但是也略然有些炸 有些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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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普通的马桶 和升盘位置这样设计 常见的 驚喜就不大 但正常点 正常点 正常点 我们看看主人房 好吗 主人房也是 它这边就选择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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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到顶柜 而冷气就藏在柜柜里面的位置 OK 也是 看到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都是没有的 都是白色鱼胶漆 交给你 飘窗位置 都是这个位置 因为凹了进去 做了一个层架 做了一个层架 两边都有的 对 可以多放一些东西 还有 主人房的窗 这个 8月2年 8月2年加分的 这个很少见的 其实这个设计 我没见过 很少见 这些其实挺好的 这些是值得加分的 OK 好 看完房间 就看一看露台 好吗 好吗 这个户型 我最欣赏它 其实是个饭厅 是的 这个通常是大平层才可以做到的 最欣赏是个饭厅 通常我们看直厅也是 中间有墙顶着你 是的 对 出来露台看一看 露台开间多少 东西 这个露台 跟厅也是3米6 3米6 OK 这边是2米1 2米1 这个露台做得够阔 够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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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那些很窄的 是 好像有一个花圆仔 是的 这个位置 摆一个洗衣机 摆一个位置 这边预留了一个位置 将来这些位置可能可以参加它 这样 摆一个桌子 或者椅子都可以 摆一个桌子 可以 坐在那里喝茶看书都可以 好 这个露台都是几半面积的 还有这个 不瘦缸 304 304 不瘦缸 因为平时用铁 用铝的时间久了 除了生瘦之外 有些会很脆 是的 没错 这个真材实料 是的 真材实料 OK 好 那我们出来看看价钱 看看价钱 坐一坐 好吗 坐一坐 刚才那套76方 好像说卖80多万 是吧 是806万 低首富就付5万元 那这套97方 其实卖多少钱呢 原价162万 现在做特价 110多万 110多 那一样可以做低首富 可以 首富是6万5千元 即贵1万5千元 6万5千元 那我计算起雷夹的集费 月供30年4千8百元 4千8百元 大款105万 105万 计算起雷夹的集费 可能拿7万多元 7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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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拥有97方 4房 丹麦 其实我觉得楼盘的户型设计 都可以说是100%的实用率 实用率很高 因为两个露台 每一半都是送一半 76方做到3房 97方做到4房 是的 即是很少有这些产品 很少有这些产品 不如看完另外一只 听说也是王牌户型 又是王牌户型 又是王牌户型 超过100方 超过100方 好吗 好 去看一看 好 看完76 97 97 现在看多大 现在看104方 104方 是多少房 它是4房 也是4房单位 4房单位 我只为有惊喜做到6房 其实它是现价来说是4房 但你后期可以自己多一间房 可以多一间房 可以自己的需求 好 进来我看到也是指母门 指母门 这个挺好的 先进来 进来这些就没有了 这些没有 其实我看到第一间房 第一间房 先来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也是幕内圆 也是在半面积 这个加一房 跟我们刚才看的有一个分别 就是它不是四方形 长方形 偏长方形 将来也是 这边也是封了窗 对 那间房 你可以选择做植物房 也可以 麻雀房 也可以 甚至可以做睡房 也没有问题 OK 如果做睡房 这道门就要改 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是透 对 你都不想睡觉 被人看得到你睡觉 整堂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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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换到门 看一看厅 这个是直厅设计 我以为是横厅设计 大很多 一百零多 一百零多 漂亮很多 这个也是 饭厅位置 这个是做了一张 六人的餐桌 是六人的餐桌 其实把圆桌够不够 都够 其实长桌会好看 好看 整个布局会合理一点 后面也是你身后的位置 都是做飘窗 飘窗 不算面积 不算面积 偏窗位置 厨房看一看 这个厨房也是 将来这个位置会有烫门 看到的全部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个位置 一样做到双门冰箱 对 终于看到盘 厨房可以做到双门冰箱 这个厨房够大 这个厨房够大 挺好的 好 出来看看 这个是什么 其实这一间 就是刚才所说 它交付给你是没有门的 如果你想多一间房 你就封住 或者整堂拉链 即交付给你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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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可不可以算是其中一个露台 通常发展商是说 这里可以用来做一间会客室 或者书房 茶房 对 你可以坐在那里 两个人可以在那里喝茶聊天 不过如果你说这间房 这个用来做房也很大 可以的 很大 其实不小的 可以的 其实到时都在这个位置 找师傅安装到门 甚至乎我觉得其实都可以间开它 看你怎样用 其实这里如果不安装 其实都很大 很大 这里起码有幅度 有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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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这个位置 好 那就顺着进来 顺着进来 到我们的客厅位置 客厅 那我们露台下不出去住 非常之大气 这个客厅 这个横厅设计 对了 横厅就是出名大气的 哎呀 其实挺舒服的 坐在那里看电视 挺过瘾 好 那我们别看了 先看看户型 好吗 进来第一个厕所 好 光纸分离的设计也是 它几乎每个户型都是这样设计的 这个没有硬相 这个就做得很好 对比刚才我们看的 这个很像样 不是 正常 可以说是正常 正常 正常 因为刚才那些是差 这个是正常 到时这个位置 我都不建议装门 因为它空间不是太大 装浴簾 浴簾 浴簾 还有有个飘窗 有飘窗 这个做得挺好 都是抽气线 那些都给你了 对了 看看房间 这是客房 客房 客房 客房其实也很大 很大 这个客房很大 这个飘窗 装浴簾 我会建议装浴簾 我会建议装浴簾 用尽量空间 做不到三边 这边我们就不要参考櫃的设计 直接做个高身柜也可以 对 这样 使用空间多很多 这个位置就可能做书桌 或者你住的不太多 这间就是做看电影 玩一下坑花 影音房 这样 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那我们再看一间主人房 好吗 最最终的一间 主人房的地板要和大家说一下 将来交标不是这只地板 是的 也是外面的 尺寸 通铺 通铺 现在的样板房只做到这样 好 那我们先看厕所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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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这个位置 装浴簾 下面有飘窗 如果老人家不够力 可以坐在这里洗澡 不过 以主人房套餐来说 不是很大 不顾不室 不是很大 而且厕所的设计颜色 不是那么漂亮 你觉不觉得它通常 漂亮的装修 厕所 深色一点 很用心一点 这个厕所没有那么漂亮 好 看看主人房 也是 三边落床 这边可以做个櫃 其实 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呢 这个位置就是左门 这边不要了 左门 其实这边也够 其实也够的 米半 米半的櫃 也够 如果不要床头柜 做出一点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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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不影响你三边落床 这边也是 飘窗位置 这边收纳柜 做一些收纳的层架 两边都可以做 没错 不是 单边的 这边就没有 旁边的 是否放冷气机的位置 没错 外面的 其实这个位置都可以做 因为你把梳化 不一定要把整个飘窗 这边倒顶都可以 看看如何避开上面 另外一个冷气机的喉管 好 那我们出去看看露台 再看看价格好吗 好 这个露台 这边 露台好像很大 不是 露台好像不是很大 原来 好像不是很大 但我觉得还是够阔 也是够阔 也是 露台可以参考 这个位置 一定是放在洗衣机 没有一边 这些东西只能够向后移 不受降扶手 不受降扶手 对 没错 因为这只104方 露台 反而比起刚才介绍的两只 驚喜没有那么大 是的 没那么大 那我们坐下看看价钱 好吗 这个价钱 104方 原价是177万 177万 是的 现在做特价总价是129万 104方总价比较高 单价比刚才贵 对 因为这一只货货少一点 少一点的 对 他76、95、97会多一点 多一点货 这一只货货少一点 因为你有没有留意 正常我们买一些大职 单价通常会便宜一点 对 但他这边是贵一点 反而货货 因为少 我记得应该是10栋 对 这一边的单价差不多要12300元左右 嗯 其实也不算贵 相比就不算贵 对 他首富 最重要是首富 只需要付7万6千元 为什么这么有趣是付7万5千元 第一次付5万 接着97那位付6万5 你简单一点 5万便买3房 6万便买4房 7万6 7万6 7万6便可以 刚才这边加上的房 都是4间 都是4间 7万6便可以有一间横厅世界的房 他月供每个月都是5千6百元 5千6百元 是的 我自己看 其实我倾向于 喜欢哪一款 97 我倾向于那一款 其实有些客人对横厅是情有独钟 是 一定是 因为香港就算是千多呎豪宅 都做不到横厅设计 其实是个心理障碍 你过一百方的户型 只要你不是横厅设计 心多少都不喜欢 因为横厅 他省了走廊位 实用率又高了 对 所以横厅一向 都是比较少一点 少一点 和贵一点 横厅装修下来 会好看很多 大戏 因为你直厅一进去 就立即见到所有东西 露台对着你 横厅反而是 有时候能做到南不对楼 其实我们这间也做到的 你打开窗 彩缸很慢 这里有露台 这边又有窗 对 甚至我们后面的房间 现在还没上去房 这边差不多是南不通 如果你不封 如果你不封 打开窗就南不通 对 其实这个位置 反而可以用的空间更加多 可以想像的空间更多 你不要说 其实我不一定要厨房对出 就是饭厅 我里面用来做饭厅也可以 里面就一定足够你放一张园桌 即是你多朋友的 平时经常招呼多朋友 如果你那边放园桌 那这边就是 放其他东西 设计其他东西 对 即是我不一定要 中度设计 即是西餐 即是我不一定要跟他这个设计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面积大 可使用的空间 改动空间多 是的 即是发挥的空间又多 没错 好 那今天就和Tony 看完这个金沙毫日的楼盘 其实我自己对97方这个户型 情有独钟 而且他就很多装修上面 有些细节位做得挺好 但如果你说缺点 他也多 首先厕所真的很好肉酸 第二就是他厨房什么都没有 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些后期就要变上 你要额外拿些钱出来去装 厨房之后可以装装 配上你自己需要的东西 但厕所可能真的要花点心思 也很难改 也要花点心思 因为位置真的很窄 硬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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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说其他细节位都加分 首先只没有门 少见的 第二就是露台的门 够口实 双层玻璃 第三就是窗玻璃 中间装了拍摄 这些我觉得是 比较少有发展商做到的 没错 正所谓 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 没错 缺点就去了厕所 看看自己能否接收到 没错 好 今天来到差不多了 有兴趣的 记得联络我们 打我们左上角的电话 或者打我们下方的电话 我们天天都有团 每天都出发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